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陈子 那么今天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 潘灵翘 潘小姐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您好 陈子您好 那今天早上开盘呢 互生两世是继续跳高的进行了一个开盘 那么在板块方面呢 铁路基建股 军工股 油气改革股 以及迪士尼的概念股呢 都涨幅比较的居前了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上证终指呢是涨了62.65点 报3146点 那生成指呢是涨了202.52点 报10456.86点 那沪杉三白指呢是涨了52.67点 报3258点 那创业板指呢同样也是上涨 涨39点 报1998.95点 那潘小姐啊 我们昨天也是知道了 这个国际油价有一个强势的反弹 那油价呢是暴涨了10.3% 也是创下了6年以来最大的这个单日涨幅啊 那么在A股方面呢 石油板块也是全面的上涨 但是啊在这个涨幅榜当中啊 这个中石油呢是排在是最后面的 目前为止呢只有1.36%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因为之前啊 中石油是发布了2015年截至6月底址的 这样一个上半年的业绩报告 那当中呢就表示 净利润呢只有254亿啊 同比是减少了62.7% 那是大大的差过这样一个预期 而且美股的派息呢也是减少了62个百分点 直派6.247分 那中石油的报告啊相信也是限制了 今天在这个大势都涨的情况下 它的涨幅呢是比较的靠后的 所以呢大家可能对它的这个前景啊 可能都比较的审慎了 所以潘小姐你怎么看这一支股份的发展呢 嗯那么从中石油的这个中报业绩上面看呢 确实呢是不及市场预期的 也是呢不算特别的一个理想 那么它的一个净利润呢 是同比是减少了有六成多 那么也另外呢 嗯就是主要呢也是受益于呢 这个油价下跌的一个拖累 那么在去年嗯上半年的时候呢 油价还是在100多美元 在今年上半年嗯 今年年中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只有60美元了 它的一个降幅呢就达到了四成 那么嗯从这个中石油的分业 业务的一个角度上面看呢 在上游的这个开采勘探业务方面呢 它的一个嗯这个经营的利润呢 是减少了六七成 那么嗯尽管呢 集团是在这个资本支出方面呢 是减少了三成的开支 同时呢嗯由于呢 这个油价下跌呢 也是使得呢一些的石油特别收益金没有发生 那么资源税方面呢 也是有所减少 但是呢那么油价下跌 对于这个嗯原油的一个收入方面的一个减少呢 它的一个影响呢 是远要大于这些嗯费用支出上面的一个减少 所以呢那么这方面的一个业务 嗯这个利润方面呢 并不是做得特别的好 那么尽管呢从这个中报的嗯这个报告里面看呢 那么集团也是在准备继续的一个削减资本开支 但是呢那么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说呢资本开支这方面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削减的话呢 那么对于嗯这个全年的一个业绩来说呢 这个提升的帮助呢相信也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另外呢在下游的一些嗯炼油化工业务上面呢 那么整体来说呢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 也是呢扭转了嗯之前的一个亏损的状态实现了盈利 也是呢2011年以来嗯首次的一个实现全面一个整体的一个盈利 那么这其中呢主要呢也是嗯得益于呢这个嗯这个原油价格的下跌呢 使得原材料成本方面呢是同比是减少了23%的一个幅度 那么但是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嗯一些的化工产品呢 也是受到呢这个整体市场的影响那么收入呢是减少了21%左右 但是呢这方面呢一个嗯这个嗯这个支出的一个减少的一个幅度呢是更大一点 所以呢也是实现了有46.57亿的一个利润 那么这两部分的一个上游的一个嗯这个一个利润的一个减少 以及呢这个下游的一个一个利润的一个增长呢 主要都是受到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个影响 也是呢相应的是在一个市场的预期之中的 那么嗯对于一些的一个天然气嗯管道这方面的业务呢 则是嗯实现了它的一个盈利增长呢比较突出 那么主要呢是受益于呢嗯天然气进口价格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降低 使得呢嗯同比的一个利润呢是增加了有2.6倍 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天然气这方面的业务的收入呢 就你这个利润呢就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一个嗯这个利润 但是呢由于这部分的业务呢占到整个一个集团的一个业务里面的比重呢 相对的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呢即使这部分的业务做的比相对的比较的好呢 对于整个集团业绩上的一个提升呢也是嗯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另外呢市场也是比较关注油气改革这方面的一个嗯进展 那么中石油的总裁也是表示呢 那么这个嗯目前呢这部分的一个改革呢 在征求意见以及逐步完善这个过程当中 那所以呢预期呢短期要出台的一个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年底之前出台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嗯这个希望在的 所以呢在一些的国际改革概念的一个提振之下呢 对于股价上面呢确实呢会有一个提振在 但是呢由于受到整个一个基本面上并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说呢嗯三四季度的这个油价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以及呢嗯以及能在这个资本支出这方面呢 那么中石油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削减的话呢 那么嗯对于全年的一个业绩上面呢 依然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所以呢即使这个油价是国际油价是昨天大涨了10% 但是呢看今天中石油的一个股价表现上面呢 并不是涨幅特别的大 甚至呢比大盘的涨幅还要更小一点 那么这也是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他的一个业绩前景呢 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也并不是建议呢投资者去买入的 嗯当然虽然油价是大幅的上涨 但是根据各股方面还是跟他自身的一些业绩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今天在板块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铁路基建股了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呢铁路基建板块呢 是整个涨了4.81个百分点 目前呢是排在第五 那么中车呢这两天呢都是有一个涨停 那中铁建呢今天也是呈现涨停状况 那中铁呢是涨了9% 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了 那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这个铁路项目合作呢 也是在这个一经三折的这个波折之后啊 终于是敲定了 那中泰铁路合作至今已经开展了六轮的会谈了 那在第六轮会谈结束之后呢 双方就你与9月上旬呢 是签署中泰铁路合作的政府间的这个框架协议 那预计在10月底呢会举行这个开工典礼了 那潘小姐啊9月份到12月份呢 也是这个轨道交通项目的传统旺季了 那相信呢在下半年该个板块呢 可能会都会得到一些提振作用了 那潘小姐你怎么看该个板块在之后的发展呢 那么首先这个中泰铁路项目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一个敲定呢也是意味着呢 在这个就是铁路的基建以及呢 这些铁路设备呢走出去的这种战略呢 在一个逐步的一个稳步的有一个推进的 那么另外呢这个中泰铁路呢 它是通过四条铁路呢将泰国跟中国的这个昆明呢 相互连接起来 那么这也是呢中国呢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上面的一个实施 那么接下来呢包括中国跟东南亚地区 这些国家像是呢 这个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呢 都将会有一些通过呢铁路来进行一个连接 所以呢在海外基建这方面呢 存在的一个机会呢还是会比较的大的 那么另外呢在国内这些方面呢 随着近期的一个像是国务院会议里面也是多次的要提到呢 要加快的这些PPP项目的一个推进呢 解决这些基金资金问题呢 使得呢这些铁路的一个项目呢 加快的一个推进 那么另外呢像是有这个之前都有在说的 万亿的基建项目的专项的债券 以及呢一些第二批的PPP项目的一个基建项目呢 都是在近期要逐步的一个落实起来了 所以呢这些资金问题的解决呢 也是都是有利于呢这些铁路项目的一个加快开工的步伐 那么另外呢三季度末以及四季度末呢 相应的一些这个项目呢 也都会批复的一个项目都会更多 那么这些消息呢都会对整个板块呢 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那么那么之前呢 因为大盘是出现一个急跌的状况呢 在股价上面呢都是跟随大盘 在没有重大利空的情况之下 那么跌下来了 短期呢这些消息呢 对于板块来说都会有一个提振在的 但是呢相应如果说大盘之后 不能够继续的一个回稳的话呢 那么这些短期的反弹持续的时间 可能并不会特别的长 所以呢如果说是没有货的话呢 在经过这两天的一个大涨之后呢 我目前并不建议是继续的去买入的 反而呢可以稍微的等一等等到呢 更高的位置呢那么进行一个减仓 那看来相关的股份呢 还是进行考虑的时候要和大盘结合在一起 考虑再进行一个审慎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那好了也是感谢潘小姐给我们做出的详细分析 也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潘小姐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